过去几十年 由于经济急速发展 加上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等原因 令到中国天然海岸线的比例下降 到2014年 跌到不够33% 海岸侵蚀也都令到海洋生物受到威胁 国家生态环境部2020年 提出美丽海湾救思 改善海湾水质 进行生态保护收服 目标到2035年 将1467个海湾都变成美丽海湾 其中将广西北海银滩 打造成全城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现时初步已经达到水清滩静 按六弯尾的整治效果 红树林作为珍贵的海洋沿岸生态群 也都得到了全面的保护 河北秦皇岛湾北带河段 近年来累积收服14公里被侵蚀的海岸线 以及230公里湿地 有效恢复了自然岸线 和滨海湿地生态功能 又可以作为生态游的景点 从人海之争到人海和諧 中国发展经济同时建设美丽海湾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保佑 与天地共生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华 线 敬美丽海湿 里面 derechos